大家好,歡迎來到KK做,我是KK 今天要教大家製作一種非常特別的動畫 那就是光學錯覺動畫啦 Animated Optical Illusions 首先就來給大家看一下螢幕上的這個動畫 在經過黑色條文的遮蓋移動下 就能夠產生重複動作的動態效果 所以在製作光學錯覺動畫前 一定要確定你要做的動畫是個可以重複動作的動畫 像是齒輪的旋轉啊 球的滾動 甚至是人的跑步 這種能夠循環的動畫 才比較適合拿來製作光學錯覺動畫喔 那麼,接下來就來拿FGO裡面的符符 來做示範啦 在影片下方有個示範檔案的連結 可以邊看邊學習喔 好,那麼就如同剛才的過場動畫所見 符符的旁動是個能夠循環的動畫 所以就非常適合拿來製作光學錯覺動畫啦 那麼經過分解之後 可以將符符分成四個動作 一、二、三、四 接著第五個又會回到第一個動作 在一張張的堆疊下 就能夠形成我們最常見到的動畫啦 至於光學錯覺動畫 首先也是需要將所有圖層都疊好 像是這樣子 一、二、三、四 最後第五個又是回到第一個 接著才會來到製作黑色條文的部分啦 首先為了確保每一個黑色條文的間隔都一致 我們就必須要打開一個叫做 炸格的功能啦 檢視 炸格 但是在打開之前啦 我們要先到下面這個地方 設置一下它的數值喔 點開 好,由於我的畫面大小是設定 1920x1080 都是符合3的倍數 所以在間隔的部分 我就是將它設成3 然後至於分割數就會改為1 那麼在畫面上的炸格就會依照每三格的pixel來進行排列啦 好,那麼接下來就是將炸格打開之後 上面這個地方的對齊炸格也將它打開 那麼接著就來到光學錯覺動畫的原理啦 由於我們已經知道符符是以4格動作做一次循環 所以黑色條文的寬度就必須是要空白部分的3倍 每往右邊一格的空白的部分都會顯示下一張的動作 至於其他3格就會被黑色條文給遮住啦 因此在快速移動時就能夠產生視覺佔流的效果 那麼接下來就是運用 選取範圍勒 選取3格之後 按AutoDelete 填上黑色之後 再往旁邊移 使中間有一個1格的空格 一樣再填AutoDelete 這樣持續下去填 把它全部填完之後 那麼 黑色條文的部分 就這樣完成啦 接著就教大家如何剪裁成以上的模樣吧 好 那麼就先將剛才做好的黑色條文打開之後 並且在這個圖片上方點取右鍵 根據圖層的選擇範圍勒 建立選取範圍 接著就把它這個關起來之後 開啟稍找我們 疊好的符符 接著放大來看 因為我們要看清楚 榨格來移動嘛 看得清楚榨格的每一格之後 點到 我們第一個動作 接著就按Delete 把它刪掉 接著 我們一樣是要選取範圍這個 地方 將它往 右邊移動一格 一格的範圍之後 再切到第二個動作 再將它刪掉 接著 以此類推 一樣在將它往右一格之後 第3格 再刪掉 接著 第4格 動作 刪掉 接著 最後就來到第5格啦 又是回到第1個動作 一樣 第5格 刪掉 那麼接下來 就是 Ctrl D 將選取範圍取消掉之後 我們Ctrl 0 接著你看 這就已經製作好了 打開 黑色條文 接著 這個 再給它移動 這樣 符符的光學錯覺動畫 就完成啦 當然如果你的動畫的格數越高 像是我又在幫符符在 4和1中間要加一個第5格之後 它跑起來的感覺 又會比剛才的更順喔 至於它黑色條文 就是需要用到 1比4來製作啦 好的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次的教學 喜歡的話 幫忙點個讚 和訂閱 或是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那麼 我們下個作品再見啦 拜拜